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功完成了第一位 就是民進黨所提名的賴清德的獨家專訪之後 簡介的包括了侯友宜跟柯文哲 我們的時間都陸陸續續在敲定當中 當然我也希望郭台銘你可以參選到底 他的訪問我們同樣也在邀請當中 同樣的模式、同樣的檢視來看看 這一場總統大選究竟他們將台灣要帶響何處 其實治國方針還有一個 嗯...候選人身為要角逐大衛 他的養成、他的準備至關重要 所以我們透過跟民眾的面對面 跟韓國人共同分享這一場又一場的 一個面對面的獨家專訪 而這個專訪之後呢 今天在小軍超市攝影棚當中 為您邀請到這一週 至少跟官員們會面兩次 不過這一次呢 因為在準備這個賴副總統的獨家專訪 所以呢 他沒有來了 今天終於來了 柏惟 小軍姐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3Q丹撇尾 丹撇尾 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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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我們好不好 一排不夠兩排不夠 如果你們願意的話 提供我們更多的意見 那對於柏惟來講 他歷經了這個大大小小的戰場 尤其歷經過這麼多艱困的選區 他都可以翻轉了 我相信面對觀眾來講 他的理念、他的想法 可以透過了觀眾朋友你們的一個回饋 給他更多一個能量 不過呢 因為時間也非常有限 我們待會也請他幫我們分享 昨天看了這個賴清德這一場 真實對話之後他的感想是什麼 不過因為一般認為 村倆高位 只是說肇事的黃靖洲來講 拜六禮拜 村九禮拜而已 其實很快耶 對 我覺得以前在選舉的時候 九禮拜就覺得 哇 四個都碰碰英 今年好像有一點點比較冷 不過我覺得最重要 應該未來還是在立法院 可能是重中之重 是政治的一個重心 還在國會 所以現在有人說 啊 總統可能差不多了 我覺得不一定差不多啊 國會呢 在國會的戰場當中 來 博文你現在怎麼看呢 我先講時間的問題 就是說其實長期一個政黨的經營 他的經營成果是沉澱的 所謂沉澱的就是說 有很多所謂民進黨的創黨元老 或者是長期支持台灣民主運動 他已經30年了 他有時候會覺得你的選民服務不是很好 你的新聞讓我流開 但是他還是會投給民進黨 我們說這個叫鐵藍或鐵綠 所以在民主選舉市場裡面 他們一定會有一些沉底的數字 那也就是各個政黨為什麼要爭取初選提名的原因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因為你這個叫基本盤 那基本盤之後呢 才是新聞時事 新聞時事之後 最後才會是那種很短期的言語交鋒 你一句我一句的那個過程 所以像我自己啊 我的總部成立大會 四年前是辦在選前一個月 1月11號投票 我是12月 我記得是9號成立的 這麼晚啊 對 因為我需要比較多的時間 去跟當地的人打底 那除了基本盤之外 還是會有一些有理的 所謂淺綠的 然後最後造勢的時候 就是把所有人都叫出來 那今年為什麼會覺得冷的原因 其實很簡單 而過去我自己參選 我是一個已經有一點點知名度跟新聞量 加上我的對手很有名 所以大家會覺得這個對決 顏寬很有名嗎 顏寬很有 但是呢今年的問題是什麼 四個總統候選人 一人講一句 這個禮拜的新聞就做完了 沒有立委的選戰空間 基本少 你現在聽到全國最有名 最常出現的立委 應該是馬文鈞 那因為馬文鈞的事情 全國都在談他 這個叫人神共憤 藍的 坦白講綠的 就覺得這個是不對的 所以他們言論指責 連藍的我覺得都沒有 大家都挺 你可能戰鬥藍一起舉個手 那又怎麼樣 那不代表什麼意思 所以 甚至也有藍的議員問我說 馬文鈞到底有沒有拿 我說你不會自己問他 你跟他同黨 對啊 已經證明了 已經證實了很多 包括外面有辦公室啊 然後 大姐選機嫁夫要等了 然後怎麼樣 就是他一定有那個結構關係 那至於他透過什麼方式 我們無從證實 那只是說 目前為止 你如果 總統一人一句講完一個禮拜 立委又只剩一個 比較紅的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把江啟成跟他綁在一起 江啟成馬文鈞 軍不軍 成不成 那這個反應就很直覺 廣告創意的梗子就出來了 對所以 立委選戰對綠營的新人來講是 我認為是比較辛苦 那 所以 大家可以想像 我們現在在談郭柯會不會合 那不管合不合 我認為影響都很有限 因為他那個 就是你把時間推回到年初的時候 郭台銘有沒有參加國民黨初選 有嗎 郭台銘有沒有跟柯文哲在金門三盟海事 有嗎一起看月亮 有 那你現在又要合 他就是又回到半年前 這個叫做那個淘汰賽 打到冠軍賽 不打再重打 什麼意思 他本來郭台銘要過一關 叫做國民黨 然後再過第二關 叫做柯文哲 兩關都過了之後 才是真正的藍白河 那你現在第一關 就已經被淘汰的人 宣佈參加 自己舉辦敗部復活 然後 先跟第二輪的對手談判 你看郭台銘本來要跟侯友宜選 選完之後再去跟柯文哲談 這個是藍白河 半年前的原始狀態 那他現在被淘汰之後 他自己又出來再辦一次 他先跟柯文哲談 那談完之後再 還要再吃掉侯友宜 你半年都搞不定的事情 你剩下一個月你要怎麼搞定 我認為搞不定 5%怎麼去吃掉25% 沒有 對他來講 他永遠都是100% 真的啦 我覺得有錢人他會有一個盲點 就是他身邊的人都是他 拍馬屁的人 我們叫婆婆塔塔 所以他一定會覺得自己很棒 自己是最好的 民調不可信 甚至我都懷疑 他內部的人給他看民調的時候 會不會跟他講說電視都是騙人的 哈哈哈哈 電視民調都是假的 都是買來的 對啊 你還記得我之前跟嚴寬在選的 嚴寬不選的時候 很危險喔 叫大家不要看電視 所以郭台銘一直能夠保持信心 甚至連中國那一邊 那個富士康被查稅 他都雲淡風輕 是 所以他 我認為郭台銘就是要玩了啦 只是說 郭台銘還有很多一些方式可以玩 我們已知的郭台銘跟國民黨是沒有 沒有談判基礎 沒有互信基礎了 所以郭台銘應該就是跟柯文哲如何合作 所以你以為的士卡都其實不是四個人頭 是1加1 然後VSE VSE 就是郭跟柯 那他怎麼合作 柯文哲一定會覺得說 反正總統局都拔槽了 那我就是出來有一個人頭給大家蓋一蓋看 我以後可以跟我孫子講說 你如果說算過總統這樣子 就這樣子 過程很重要 當選人不要緊 無關緊要 已經沒辦法了 你三個打一個 你這個就是送分了 這個我們也不用騙大家說 我們綠營選情危機幹嘛 不是 重點不是這樣 我們是理智的選民 總統局你們非綠的提三個 那這一局就結束了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在 立委的選戰上 那為什麼立委的重要 你還記得上一次民進黨過半是什麼時候 沒有耶 其實就是2016年 也就是說從台灣民選開始 一直到2016之間 他是本土政黨從未過半 他有國親和 然後他曾經有過台聯 曾經有過新民黨 有的沒有的政黨 但他從來 民進黨單獨過半 只有從16年到現在 那我跟大家講 16年之前發生過什麼事 買菜刀要登記 買煤炭要登記 油電雙掌 前一天 開車加油排隊 還自己帶一桶 20公升的去裝 有吧 16年之前 買菜刀要登記 這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煤炭要登記 我記得新北市五金行有這個規矩 沒到要登記他會多問幾句 有真的要登記嗎 有落實嗎 有執行嗎 有嗎 真的有嗎 當時的討論是 在行政院有提出這個案子 說我們要不要 我們要不要先登記 我們要不要試辦看看 那他的目的是什麼 因為當時的 坦白講自己選擇結束生命的 數字正在攀升 因為社會壓力大 然後房價是指數型成長 所以很多人在怪說 台北市房價有沒有 你們去看一下阿扁指證的時候 台北市的房價才不是這個樣子 會不會那個 我們現在在傳播用語裡頭 包括在網路我們也會制約 你知道嗎 自殺兩個字 你有沒有看 你有沒有看所有店家打字幕打 自殺兩個字都自動改成情深 就在 我相信是在當時 我不是制約 我故意的啦 你是故意的 我不想要講那兩個字 我覺得講多了會加深印象 不好 也是啦 從閱聽到中來講 但是我覺得 這個線上一種某種程度文字欲 我覺得沒有必要 不會啦 沒有必要也是可以講 對我只是說 在那個氛圍 對在那個情況下 社會壓力高張 然後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很絕望 那種東西 跟現在在談的那個背後邏輯 跟環境是不一樣的 我們現在一方面講缺工 一方面就講低薪 我們當年沒有缺工這個議題可以講 只有講低薪耶 我們只有講高防貸 所以那個是因為 我是06年畢業到16年 那10年間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清楚嘛 所以還有發生什麼事情 黨69次的軍購案 從飛機到船到戰車 都得經過軍火系立委 我常講齁 你過去聽到國民黨的軍系立委 那個都不是軍系立委啊 有沒有人覺得我是軍系立委 沒有嘛 為什麼 我不是外省槍 我沒有看起來很照顧國軍 可是事實上我們當立法委員進去 我在國防委員會 我就是在做 我就是在做民眾期待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你很照顧國軍啊 我是很照顧 這個我沒有 這個我不會不好意思 可是你不會套上 被套上軍系立委不會 對不會嘛 因為軍系的就是感覺 一定要有某一種形象嘛 好 我常常講那個都不是軍系 那個叫軍火系 軍也有分高階的跟基層的 我是會去成功領看菜色 會去清泉光看那個 那個 給飛官的練習的模擬器 然後 去 抬船 看潛艦進度 當然不只我在做 我們本土陣營有很多人在做 但我的意思就是 它有不同的功能 但是傳統國民黨都會給人家比較 他們過半的時候 在國防部叫做上下起手 我講這樣比較簡單 你們如果有印象喔 高華駐有一次 當時時任國防部長 嚴親標去質詢 嚴親標從頭到尾講台語 高華駐在那邊 是是是 沒有錯 我原子教的是 這樣 跟小朋友一樣 嚴親標當時 你說沒辦法做 如果我做 阿兵還有五萬 四萬 不然大家都來做兵 那你怎麼看那個時候的部長 真的有必要要這樣子嗎 我認為 才能夠生存嗎 沒有我認為他們 他們對不同顏色的人 會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態度 國防部我坦白講是什麼 就是國家安全嘛 精進技術 然後增加 這個精實訓練 然後備戰準備 這個就是國家的 政治的延伸國防嘛 你可以選擇辛苦一點 就是暗表操課 該做的事情做完 這樣辛苦一點 你也可以選擇輕鬆一點 你們政治人物去談一談 不要打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心裡 有一點點覺得 後者比較好的時候 你就會給人家覺得 你可能 疏於準備 或者是你可能 有特定的政治傾向 就是說你 表面上民眾看起來 是戰爭與和平 但對國防部 戰爭與和平這件事情 會變成辛苦跟輕鬆 講難聽點叫懶惰 我們不是說 每個官兵都這樣 我自己看過很多 愛國的 將士軍官 但是 你不能排除 有一些退伍了之後 他就講 國軍戰力臨 守戰集中戰 就是會有很多這種論述 好 那我要講的事情是 那這個時候 在國民黨多數的時候 曾經AIT的處長楊書帝 在卸任之前 離開台灣之前 他接受訪問 他說有一個國民黨的來找他 這個新聞都有 有一個國民黨員來找他 他說 不好意思 應該跟你們買潛艦的 楊書帝 嚇一跳 我之前叫你買你不買 我之前拜託你們買 你們不要 他說 應該要跟你買的 但是這就是政治 本來聽到會反省 會檢討還不錯 結果後來這就是政治 這就是政治 不得不 對這一句話 剛好可以接國喜爆料的另外一句話 潛艦可以做 只是不能給民進黨做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 國防部你知道高雄 曾經有一個地方是 從山上 這高雄 台灣的228事變 在高雄是3月5號在發生 那叫高雄大屠殺 從山上開機槍下來 那個我們叫洞洞兩表 軍備表裡面少了 11到13萬發子彈 你從不會全部都對空名槍吧 總會打在人身上吧 所以那上面有 不為人知的事情 那個叫做高雄要塞 現在在壽山 也就是高雄人講茶刷的山上 那個東西一直到2018年才公開 從28事件到現在多久了 70年了 為什麼這麼久才能公開 因為立法院 有一半以上的人覺得 我不要做的事情 就真的不能做 即便總統給你選上 行政院長給你當 在很多不一樣的工作上面 其實還是有程度 能夠影響程度的不同 所以當這一次的選舉 坦白講總統局 我也不是說樂觀或悲觀 就是一邊已經 連副手大家都已經快要挖出來了 另外一邊有三個人要選 到底是誰我們還不知道 這個你要我們評論員怎麼評論 我也不知道怎麼評論 我只覺得如果我今天要出來 假設啊 我們是比奧運 然後各個國家派那個最強的短保選手 有一個人趴在跑道上趴了一年了 有另外三個人來在後面 決定要穿哪一件衣服 背號要幾號 我要去兩個人拉一個人 一個人又拉兩個人 然後在那邊 那個趴在那邊的那個頭中分 在那邊看奇怪怎麼一直沒有對手 你會覺得其他人是認真來比賽的嗎 所以總統局的問題很客觀的去講就是 這真的是很 我認為很搞笑啦 但是也充分顯示了 政黨經營組織的重要 就是你有在經營 你有老中青三代 你有扎實的組織班底 然後要進軍國會 要進軍立法院 要進軍總統府 那人民就會很有信心的 投給你 我感覺你都準備好了 對 你這是很關鍵 可是國民黨你們在幹嘛 你要成為一個國家元首 你準備好了嗎 國民黨在幹嘛 我不知道啊 新北市侯友宜在幹嘛 我現在還不知道侯友宜在幹嘛 柯文哲在幹嘛 柯文哲很厲害 他很吵 他在運用聲量 運用影片 我認為只有他有他的厲害過人之處 但是你準備好了嗎 就是對我來講 我是一個 我現在的年紀已經走到38歲 現在是中階管理人 我現在要發包一個案子 給外包公司 我不是聽老闆一支嘴給你而已 我要看你公司有多少人 你的財務正不正常 我發的案件 跟你配合的廠商 我會去探聽嘛 我才敢把這個案子 多少錢包給你嘛 因為對我來講 這次投票 我就是要選人幫我管政府 我要外包這個 台灣公司治理這件事情 給某一個政黨去做 柯文哲對我來講 他就是一個 很厲害的業務 一支嘴這樣 我來講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不變評論 又有一個好處 他是新公司 所以案底比較少 不是沒有 比較少 是 你看我們在講民進黨的時候 貪腐案件 他們可能會講 他有貪腐 他有情色 講國民黨的時候 他殺人犯火 他殺警察 他過去黑道挖殺死 所以他們會有案底 那這個案底 是會隨時間累積的嘛 柯文哲的政黨成立的時間 比較短 所以他案底比較少 雖然他有台北市政府 108個好漢 梁山柏 不是梁山柏 這個叫 水浮傳 108條好漢 但是柯文哲 你在做業務的過程 他一直沒有解決 我們的最大的疑慮就是 交給你的東西 做不做得出來嘛 你的執行力如何 這個執行力 不是他嘴巴講的 什麼拆忠孝東陸橋 然後他在台北市做了哪些事情 不是 我說我的執行力是 下一步 國家你要往那邊開 對不對 我今天外包給你 我的目的 我的理念 我的中心思想是 我要外包給一間 會讓我的公司越來越好 讓我台灣國家越來越好的 那我的認為 台灣國家要越來越好 要走向獨立自主的方向 要跟中國做出區分 那昨天賴清德 這個副總統 他也有講說 哇 民主黨共和黨看到 他跟蔡英文總統獲勝的那個 2020的那一年 那個是國際要的 很熱情很開心的擁抱 對 所以 我今天要問柯文哲的事情就是 你要走哪一邊 他講不出來 他不講咧 他不講 然後他的高階幹部 也不分區提名 提了一個到今天還沒有講清楚 他到底 跟中國有什麼瓜葛的人 可是你發現 他把他應該論述的部分 都轉成問題 我請問賴清德 你要把這個國家帶往哪裡 你的貪腐怎麼去解決 你的黑金怎麼去解決 那你自己的論述是什麼 騙騙年輕人 我認為就是騙騙年輕人 可是對 年輕人對這個 因為年輕人對這個社會 總是有他的怨氣跟不平 他這個好像吃定年輕人 在這種氛圍裡下 所贏得年輕人的支持 這是一個事實 這是我們的責任 就是說 好 對我來講 對我來講 蔡振元跟邱毅推薦的人 我是不可能支持的 喔 原因很簡單 蔡振元現在不惜退黨 不惜退出國民黨 要支持柯文哲 他說沒有柯侯輩 就不可能會贏 不是 我雖然 我從來沒有自稱 自己是太陽花學運 但是我是 太陽花學運期蒙 就是當時我在中國 我看著太陽花學運 我看著台灣的新聞 然後我看著 而且那個時候 我們還要把 我那個時候 中國不能直接看台灣的影片 我要請助理 在台灣把它剪成17個 就一個小時剪成17、18個 小段 然後再壓縮 然後再分18封信寄给我 然後我要這樣子點開一封看5分鐘 沒辦法 因為我沒有辦法直接連台灣的新聞網址 然後我就在那邊邊看邊哭 那個時候 包含我看到很細 我看到後來林毅雄 從爵石講核能問題 然後蘇貞昌進總統府跟馬英九開 我不知道那個叫朝野會談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我是一直跟在那個新聞線上的 在這個過程裡面有兩個 我覺得人類智商不能允許的事情 第一個是邱毅 他說太陽花是香蕉 他到底在講什麼 我到今天不能那個連結結不起來 我們有時候會口誤 我們有時候會說100乘以9等於81 講錯了講錯就講錯不然怎麼辦 他是指控 他是指控香蕉 那個我查證過了 裡面都是香蕉 於是我對邱毅去做了一系列的 這個觀察跟新聞整理 我發現這個人就是專門用報假料來生存的 那這種人支持的怎麼會是好咖 這種人本身就已經是 拐瓜裂著了我坦白講 那年輕人不知道啊 年輕人覺得邱毅很有喜感啊 講話很有道理啊 我跟你講你第一次聽到的東西都是有道理的 你如果有一個人第一次跟你碰面 第一次看到新聞第一次看到言論 他能夠上公共媒體 他一定有一點點他的道理在 可是對我們來講是 我們比較過很多人的東西了 你慢慢會比出等級1到等級5 他們所說的他們語言的重量不同 邱毅一直到今天我都覺得他語言的重量非常輕 因為他都隨便講講 那你們有看到這個傳播上的危機 當然有 如果我們的年輕人越來越多 撐起這個國家他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可是他接受的資訊的方式跟內容跟管道 都是這種碎片化抖音化短影音化 然後影響到他看的不是真相 問題是他不知道他看到不是真相 可卻影響到他整個的觀察行為 甚至未來的行動 這不是一個國家很大的危機嗎 我認為民主國家都會 那問題在哪裡 我自己這樣子經驗過來 我們當然尊重民主自由 也當然這個人權最高 也當然尊重言論自由等等的 但是要出多少力捍衛國家這件事情 不同陣營是有不同想像的 那講這個會差在哪裡 大家如果看奧本海默的話 有一種叫法西斯主義 我懷疑你是共產黨 你就是抓去關 一輩子沒工作 豬連酒煮 大家也不想要 因為世界歷史上就發生過這種事情 你不能用眾人的輿論跟指控 獻人於罪 好 那現在的情況我認為 我們如果願意多捍衛國家一點點 我們一直要看的事情是 中國到底在幹嘛 而不是我們的人只是在幹嘛 意思是什麼 中國明顯有戒選 他可能運用恐嚇台灣 讓民眾產生焦慮 讓他們覺得選舉裡面是 戰爭與和平的選項 當你有這種選項 這種想像的時候 你就已經被戒選了嘛 你就不是一個自由的人了嘛 你已經受到其他國家對你的手段 產生投票意向的差別了嘛 然後呢 宋濤 宋濤是一個 看起來比較海派 比較五四海的人 他跟以前的國台辦不一樣 他就每天嗆台灣 你每天嗆我 又每天說要跟我在一起 我怎麼會跟你在一起 陳靜敏你看到 你看到我就沒好話 還叫我跟你做話 先去背 所以 對他們來講 對我們來講 利誘永遠都比威脅還要好 我一直在 我一直強調中國 如果要吃台灣 他應該要好好說話 不要說那種野獸在說的話 禽獸說的話 宋濤有 往這個方向處理 你看現在 宋濤 宋濤往這個方向 什麼方向 往利誘的方向 更細膩了嗎 我認為是更細膩 我認為 我一直認為中國如果要 對付台灣的話 他應該要外交部搶硬 就是對其他國家搶硬 然後國台辦他要 他應該要 腰子軟一點 可是過去他們都是放搶硬派的 然後我 電視打開國台辦就每天在嗆我 我怎麼會覺得會有好心情 一定不會的 所以 之前 他們都什麼 會台31條 什麼立台51條 講了一大堆 真正得利的沒幾個 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找錯業務了 過去國民黨有一句話 叫做兩岸買半 從2005年聯合會開始 國民黨高層去那邊 什麼吳敦義介紹誰買房子 那個胡志強介紹誰做媒體 弄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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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 有一個更好的業務員 我目前已知最好的業務員是柯文哲 大家參考看看 這樣扣回第一段 蠻厲害的 是 所以中國一直在戒選 民眾端 然後企業端 最近東森集團的董事長王令玲 我今天沒有講他是好人或壞人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宋濤開始會見 他的過去 他跟東森集團 跟現在東森電視台 應該 王令玲應該 應該沒有股權 對 我不知道他什麼title 我的意思是說 宋濤開始見 ETtoday好像屬於王令玲的 對 然後你看 過去是怎樣 藍引要朝貢 我記得有一年 2016吧 蔡英文當選之後 14年選出來的藍引八個縣市首長 非中國 嗯 拜託他們 賣我們水果 這個叫朝貢 買我們水果 買我們水果 增加我們觀光 他說陸客不來了 台灣的執政黨亂搞 那個是做畫面 做新聞 做表演 宋濤的畫面不是這樣 來 平起平坐 中小企業 各個政黨 沒有問題 那這個關鍵開關是什麼 去年選前夏立妍去中國 而且國民黨沒有輸 所以他就讓大家覺得 以前因為14年反中情緒 然後武漢肺炎 然後 不管是旅遊限制或幹嘛 你這種畫面很少見 幾乎快沒有見了 現在又開始回來了 而且讓大家感覺是 那個畫面是 可以去學習的 我的可以去學習是指 其他的中小企業 可能也有一些人 開始又想要過去 問題是中國內部 非常糟糕 他經濟非常低迷 整個榮景不在同時 外資撤台商撤 他當然需要更多的台商前進 所以這是一個如果說 兩岸加強交流 對 現在適合去嗎 這當然是限 台商去到底要做什麼 陷阱 我很簡單 跟 有在中國工作的一些企業主 也是 還不錯 然後有一次吃飯就講到 我剛剛有要賺他整個國家 他問我說我有沒有要賺他整個國家 我不用的 我肚子現金撤起來 就讓我吃一四人 所以對他們來講 他們沒有那個什麼國家要崩 或者是幹嘛 對他們來講就是去賺一筆 他就要跑了 當然對這種來講 對這種企業主來講 他像這個叫什麼 高山去吸血的 你知道嗎 就是好我不管你們經濟 大的波段怎麼樣 我要做一件事情 然後拔了就走 拔腿就跑了 所以也會有這種的 那對這種的來講 他很自然就會去支持 對面的政權 但我要講的事情 這是不是戒選 也是嘛 你利用政策的優惠 然後不平等的待遇 然後對於不同國家人種 有不同的投資利用 這不就是戒選 所以我在講 他們其實一直都不斷的 從過去提的三中一清 我後來才發現 宋楚瑜講三中一清 然後國台辦拿去用 我現在有宋楚瑜提供策略給中國 這個也是莫名其妙 這個叫協統 協助統一 協統 協統 好 所以從方方面面 從外交的壓迫 從基層的經濟 從這個老百姓的 包含你說抖音啊 或者是文化入侵啊 有些人說他現在去KTV唱歌已經 如果跟年輕人出去 可能會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已經唱他們沒聽過的歌了 他們說那個叫抖音歌 好 方方面面 所以中國有沒有戒選 一定有戒選嘛 所以當台灣人在投票的時候 他應該要想的事情 是我們要如何在保有民主自由的前提之下 做政黨良性的競爭 在沒有民主自由的前提之下 也就不會有政黨自由的競爭 很多人說這個叫亡國感啊 叫青中 抗中保台啦 什麼 中共同路人又來了 就是 就是我們在給人家抹黑抹紅 我就常在想 這一面牆壁是紅的 那一面牆壁是黑的 油漆都沒有乾 你自己在那邊滾來滾去 你說我在抹黑抹紅你 不是啊 你要嘛你就撇去 來喔你看喔 我兩隻手離牆壁很遠喔 我一沒有碰共產黨 二沒有碰黑道派系喔 所以我是乾淨的 這個時候人家說你是中共同路人 不會嘛 不會有這種想法 你一下子左邊滾一滾 一下子右邊跳恰恰 然後說我抹黑抹黑 這我就不能理解啊 柯文哲也好 國民黨也好 他們一直在幹這種事情 所以對我來講是 我的投票是 如何享有民主自由的前提之下 保持政黨的良性競爭 那你要民主自由的前提之下 徐春瑩前一陣子被遇到這個問題 問到這個問題 徐春瑩接受民眾黨部分區 這個擬提名人喔 上節目 那個主持人問他說 請問你支持台灣的民主自由嗎 他說我很享受 我很喜歡台灣的民主自由 然後他第二句問說 那如果有人要破壞這個民主自由怎麼辦 你知道徐春瑩回什麼 抱歉我聽不懂你的問題 聽不懂那再問一次啊 對再問啊 然後咧還是聽不懂 他就呈現一個顧左右恩 也而言他 為什麼沒辦法回答 為什麼沒辦法回答 所以這個概念就是這樣 就是 如果你不在意民主自由 你在意輿論 在意蔡振元秋毅 在意反社會 在意你的國家過得不好 我也尊重 本來就應該要有一個管道 有一個在野黨讓你去投 可能是民眾黨國民黨實力 或者是誰 我都尊重 你本來台灣就不可能 永遠都只有民進黨 這也是為什麼 我一開始沒有加入民進黨的原因 你本來就要有一個出口 但那個出口 不能是回頭破壞民主自由的人嗎 徐春瑩的答案 對我來講就是很明顯不及格啊 你是講什麼 什麼叫做我聽不懂你的問題 你來台灣這麼久 不然我們台語又說一遍 請問如果有人要破壞台灣的民主自由 那抱歉我聽不懂你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選舉其實很簡單 也很困難 很簡單的地方 就是我常跟不熟政治的朋友講 我們跟中國對坐基本上不會錯 他不會因為你投票 知道你投給中國 下次去的時候 落地招待你波士頓龍蝦加紅酒 不會 因為他不知道是誰投的 他不會因為你投給親中政權 所以他就對你好一點 不然我這次測試一下 我這次投給國民黨 然後看明年那個 中國敢不敢邀我過去發表台獨言論 百分之一萬不可能 這就是事實 即便我跟人家講我投給國民黨 他們也不相信 但問題是反過來 很簡單的部分是這樣 只要跟中國對坐 台灣就會越來越好 但很困難的部分也是這樣 因為只要跟中國對坐 他就可以把你抹成 你把所有的執政不佳 都推給中國 他們會認為 不管是他們在炒蛋啊 能源啊 房價什麼的 即便你要很有歷史脈絡的 講給他聽 他們不要聽那麼多 因為我不爽 我過得不好 我過得沒有其他很好 他們開名車 然後吃好吃的餐廳 我今天在這裡工作 一個小時幾百塊 我就是不開心 我就是要發洩 他很困難的地方也是在這樣 你很難去跟他們解釋 而且事實上 全世界也沒有一個政黨 可以拿到百分之百的投票率 只有共產黨 共產黨偶爾都有人 上廁所棄權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 那個困難的部分 民進黨的想像是什麼 跟國人的想像是什麼 為什麼民進黨 有這個責任要想像 因為當他是最大執政黨的時候 你不能靠著每天 跟國民黨講說你是中國 你跟共產黨有關係 所以 所以怠惰了自己的行為 因為我們或多或少 民眾會覺得 你們是不是有些事情沒有做好 你們是不是有些承諾沒有做完 那這個時候 善意的供給跟惡意的供給就很重要 善意的供給指的是對國家的善意 比如說像我們的監督 我們的質詢 是這件事沒做為什麼不做 國民黨的不是 他們會先 記者會開啊舉牌啊 然後衝撞啊綁鐵鍊啊 包圍法院啊 死活不讓你進行下去 那個東西比較監督啊 那個叫阻擋啊 所以如果未來的國家 在立法院這一關打不贏 那我們可想而見 賴清德會變回 他在罵費洪泰時期的賴清德 他就是在那邊 啊你擋那麼多次 會出現另外一個賴清德 賴清德這樣的賴清德會再現 是不是 不會啦 他是總統嘛 所以他不需要 我說另外一個類似2005的賴清德 會出現 對就是下一個要選總統的人 他就要去學賴清德在那邊擋費洪泰 可是費洪泰也不見了啦 你看費洪泰跟賴清德罵一罵 兩個都離開立法院 我覺得2005那個場景很有趣耶 你看那個那時候的費洪泰的神情跟表現 跟現在洽啞啞 判若兩人耶 我一直很喜歡跟年輕人講政治的故事 因為我認為不是大家都知道 他們很容易被片面化洗掉 比如說2018年的時候 大家都說陳其邁是54088 就是他在跟陸委會那個 不知道往什麼起喔 什麼叫54088 意思就是他跟陸委會 主委說他們開放中國人來台灣寫論文的時候 有補助還是幹嘛的 結果他們來寫的論文是台灣是中國人 中國的一部分 陳其邁就很生氣嘛 他說你補助人家來這裡說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幹嘛的 然後問陸委會主委有沒有問題 陸委會主委在那邊顧主委 他們學術自由啦 尊重他什麼東西的 陳其邁說可以這樣寫喔 台灣是中國的喔 我你老爸啦 你看現在是什麼 暖男 對不對 蔡其昌以前在質詢破例的時候 我覺得蔡其昌年輕的時候 比黃國昌還要帥 他現在要選 之前選市長 立法院副院長 議事總理 所以他得冷靜 賴清德跟菲洋太 你當什麼黨 那個是真的 我自己 你看我在立法院都還沒有那種表情 我已經是普遍大家認為是狂戰士 要搭架的人 我都沒有賴清德當時在立法院的表情 賴清德現在要選總統 你看那個眼神殺氣有多濃 所以這就是我為什麼對本土 本土派政治人物放心 就是他們不是 他們不是不key pie 他們是年輕的時候都已經拍掉 他們是更 更高一階 他了解這個生態 他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會拍拍他們的肩膀說 好了好了記者沒再拍了 就你知道他就是這些人是 也年輕過然後也困難過 也在立法院晉升搏鬥之後 他們要服務更多的人嘛 對啊啊我就是夭折的那一種 就是罵一罵啊然後就算了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人家就罷免我 但是因為經過那個過程 所以你可以對他們放心啊 柯文哲其實整個從政的過程 像溫斯里的孩子啊 他是假裝自己是受虐兒 他說你看民進黨打我 新丟流霧到台灣就好 他就在那邊都別人的錯 然後他跟民進黨合作的時候 我生平最討厭三種東西 文哲蟑螂國民黨 都他在講根本沒有人欺負他 他就自己站在那個位置 你們都打我 他是這樣子長大 我都差點認為我自己是共產黨 對像這樣子溫室的花朵 如果藍綠 我都甚至不認為藍綠給他很大的壓力耶 那到時候如果有第三個政黨 給他很大的壓力耶 比如說中國 比如說美國 其實沒有耶 其實我們過去曾經一度 有很長很長的段時間 對他冷處理 冷處理 對啊所以其實是 沒有人要理他的情況 他就已經變成政治受虐兒了 如果你要當總統 你面臨到國家等級的壓力的時候 我怎麼預期 他會表現得怎麼樣 你承受得了嗎 他是沒有歷史紀錄的 他是跟綠營合作選贏藍營 再跟藍營合作 也不能說完全合作啦 因為你看黃珊珊的時候 他就變第三名了嘛 柯文哲有他一定個人魅力在 但是他現在要跟藍營合作了嘛 所以他是一個沒有歷史紀錄 你覺得他是真心要合作嗎 一開始就有想要合作嗎 有嗎 利用啦 利用 我覺得一直都是互相利用 只是說 這個 我跟你講 2014年台北市長的選舉 就是藍營 一直沒有辦法合的心魔 給你當政的啊 合完之後你官藥給我派啊 請問柯文哲有在台北市政府 落實這件事嗎 林中銘去哪了 那個林中銘去哪了 檢醫院去哪了 現在那些位置是誰 林清榮 林清榮 副市長 現在在高雄是副市長 我知道我知道 吳殷林去哪了 為什麼都不見了 因為你想要派自己的人嘛 蘇利雄 很多 對國民黨來講 嗯 你如果把我這個條件我怕就怕死 因為柯文哲跟國民黨講說 我也沒那麼多人可以派 選上的給你們派嘛 那國民黨第一時間的反應就是 你這種話是不是也跟民進黨講過 啊可是你後來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他們也擔心說 啊好啊我們藍白合合了 柯文哲當總統 反臉不認人啊 都走開 沒有我過去沒有承諾你什麼 我才是總統不要在那邊瞎掰 國民黨也會怕啊 國民黨雖然 那怕了還跟他這樣勾勾地 怕了還要跟他靠攏 國民黨真的知科嗎 我覺得他們是互吃啊 互吃啊 互相利用啊 因為國民黨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現在變成是一場空啊 要選總統的人 他得一身清白 沒說錯話 然後什麼 親聯持家 形象良好 根本那哪是人 那不是人 那很辛苦的 前一個叫馬英九 可是馬英九在黨國體制下 保護長大 所以即便他有什麼拐瓜裂 找三教九流 或者是什麼行為 大家不會 你不知道嘛 你也無從得知 人家他老爸是特務機關出來的 你怎麼知道他小時候到底幹什麼事 已知年輕的做的最壞的事情 就是當職業學生啊 去美國啊 然後當攝影師 然後去操那個台獨人士 讓他們不能回台灣啊 流亡海外啊 就只知道這件事 然後再來蔡英文 蔡英文這個真的是 我也不知道有去哪裡找下一個了啦 你覺得 基本上 有可能會出現問題的幾個層面 什麼藍金黃黑 跟他都攀不上關係啊 你說他會貪 問他喝雅玩宅 我要貪什麼 你說他會有感情的問題 我現在就沒有 就沒有結婚沒有交往 你說他可能有黑道的問題 我看起來像嗎 你看蔡英文那個臉他像黑道嗎 你很難 所以也因此我們才放心 再加上我剛剛還講的是 負面新聞攻擊的點喔 再加上他有自己正面的優勢 包含在國防外交的專業度 我認為蔡英文是這幾年最稱職的 中華民國總統啊 當然我們對台灣 第一個三軍統帥是女性的 對 但在國防外交方面 老實講是勝於過去的 男性國家元首 他推很多辦同婚年改 那個都是大家很難去做的啦 我們這種臭男生 都不知道要怎麼做的東西 他都可以這樣子 然後我要做 挺我的 部隊向前走 我817萬票 民眾給我的權利 我們來做 以後不會了 以後真的找不到了 很難啦 所以你看 這 那中間還有誰 你看那個民進黨 在培養這些 接班人選的過程 中生帶一千江什麼 國民黨攻擊民進黨是什麼 什麼五輔千歲 對 就是攻擊他們 攻擊民進黨的 林秀蓮 蘇姦昌 游錫坤 他們的副總統跟行政院長都太老 而且沒人 這個是當時國民黨揍他們 還有一些場景 對 來現在換民進黨看國民黨看一看 你們人在哪裡 你們人 你們現在要選總統的人 朱立倫已經abuse了 我們說這個叫做濫用了 2012 2016的時候 2016的時候輸那一次 基本確定不會回來 選得快要 被宋楚瑜分100萬票 自己拿一個零投 那個很難看 韓國瑜都拿500萬票 不然你要怎麼樣 552萬票 韓國瑜就是一個 坦白講我認為 他就是 我講出爐一點 他就是外省8加9 我就是本省的 他就是那種 你知道就是 支持我的男的 都是受限總大 我住雲林30幾年 他的愧靠就是這樣子 但是他很難 再往上衝了 因為他已經試過一次了 來侯友宜 侯友宜現在根本一點聲量 畫面都沒有 你很難想像他治國會長什麼樣子 你上次就說什麼 你看他的神情 發現他沒在選 他現在打算要跟韓國瑜 一起來搭檔選嗎 你覺得有可能有這個機會嗎 韓國瑜 我覺得 韓國瑜怎麼可能變成是富的 怎麼可能 很多朋友問我的時候 我都會建議大家去看 去看2000年的總統選舉 去看2001年的立委選舉 那個時候總統跟立委是分開的 為什麼要去看 因為那是台灣 第二次民選吧 第一次是李登輝 對 各位小明川 第一次政黨民選 非常謝謝 開心 博偉來到我們現場 為何要去看 那是我們會選擇 做什麼事 我們會選擇 吃到最好的 吃到最好的 看你 我們會選擇 你會選擇 有一個 你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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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